我是河北的盟员警察田兰 我在2002年 因为在邯郸晚报公开举报 现任的邯郸市公安局副局长杨俊海 我同他的心腹 广天县公安局刑警队长郑承越 非法拘禁老百姓敲诈勒索 贪污犯案款 而遭到公安败类 杨俊海和郑承越的报复陷害 他们给我安葬六个罪名 他们把我抓到他们手里 刑讯逼假共 暴力取假证 没有任何犯罪事实 说我出卖国家秘密 拒绝我会见律师 说我伪造国家机关证件 但没有罪证 等等 我平白无故 因为登帐报纸 就把心爱的公安工作丢了 公职党警医 警医党级都没有了 为了洗清自己的冤屈 从2003年 从2003年 开始进京上访 从地方到中央 所有的上访口我都找过了 至今 没有一个字的答复 今年两会期间 寒郸市官局 派出警力 把我从北京 强制带回寒郸 说给我解决问题 而且说 邯郸市现任的政法委书记 负责我的专案 我回去以后 他们把我关起来 没有一个领导见我 两会开了 我的冤案又没人管了 我因为控告 杨俊海郑承越 付出了 差一点丢掉性命的代价 他们在一直迫害我 第一次 他们把我抓到他手里 关了三个月 给我唯一的要求就是 说不叫我出来告他们 他们因为有很多 够枪毙的队形 比如说 他们组织犯罪集团 须开增值税发票 上千万元 他们雇的农民 须开增值税发票的人 都判的是无其不行 像他们这样的公安败类 干出来 连社会上的犯罪团伙 都办不到的事情 枪毙他们好几回都不够 他们还迫害无辜 因为我在报纸上 当他们敲诈老百姓 把他们的犯罪行为曝光了 他们就这么迫害我 给我安脏 像杨俊海 郑承岳这样的人 才是国家维稳的对象 才应该受到国法的制裁 可是现在 邯丹市河北省 把我这个受害人 当成了维稳对象 派出警力到处找我 我没有任何违法犯罪的事 为什么对我维稳 我在这 在此 向十八大全体党代表 我这个网一点 我的名字就 向新的党中央 提出请求 等一会儿 你要在这儿说 我就说不成了 他到了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